大家好,我是周公 很少与真面目跟大家见面 最近周公在抖音群里 还有学员群里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可能新手朋友吧 对于这个G41、G42刀骨的用法有点模糊不清 这孔大孔小它到底是怎么去骨 完全是处于一种模糊的概念 那今天周公就来讲一下 这个G41、G42刀骨是怎么去用 那这个指令的理论讲法 你们肯定已经听过 也看过不少理论上的讲法 与视频或者书本 那他们的讲法与说法 你们都听不懂 那周公也不认为我自己的方法 能让你听得懂 所以呢 周公决定用实战的方法 讲给你们听 那我们首先先讲个G41 首先 你记住以下三种情况 我们扎工内孔时 比如这个内孔 我们扎工这个内孔时 如果面板上输入的是-0.01 那么这个内孔就会大0.02 那如果你面板上输入的是-0.01 那么这个绿色的外孔 那么这个绿色的外孔就会大-0.02 它输入的是-0.01 那么这个面 它就会向红色箭头方向都洗去0.01 注意吧 是你面板输-0.01 它就会向红色箭头方向多洗去0.01 那么你在面板上有个输入的是-0.01 那么这个绿色色面 它就会往绿色箭头 多留0.01的余量 就是多留0.01的余量 也就是少洗0.01 那么以上就是G41的用法 那至于G42呢 你此刻把这个G42给它忘记 不要去理它 那为什么不去理它呢 有两个理由 第一 在你日后的工作中 几乎用不上这个G42 第二呢 等你会用了G41 那么G42 你自然而然又懂得根本不需要人去教 有时候你在一个点卡住了 往往就是因为想的太多 那殊不知有一些东西 它需要的是循环渐进 而不是一处而就 好 我是周公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生活愉快 拜拜